我是佳思,美食博主 平日喜歡做點心和甜品 雙皮奶是順得名小吃 因為表面有兩層奶皮而得名 這些年在各地都很流行 正宗的雙皮奶要用水牛奶做 它比一般的牛奶脂肪含量高 做出來更醇厚 也可以拿全脂牛奶替換 煮到牛奶微滾,關火 加白砂糖攪拌 倒入碗中靜置 等到表面結了奶皮,把牛奶倒出來 這時候碗中會留有一點牛奶和一層奶皮 牛奶里加打散的蛋清攪勻 每400毫升的牛奶 大約配50克左右蛋清 把淡奶液過篩網 然後重新倒入碗中 讓第一次形成的奶皮浮到表面 碗用錫紙包好 沸水入鍋 慢火蒸15分鐘 關火後再燜兩到三分鐘 放到冷藏裡冰一會兒 更結實 原味或者搭配紅豆沙都特別好吃 天冷的時候趁熱時也很美味 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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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